从小透明到星光之巅 自己以前淋过雨 所以想为别人撑拔伞 周末在星辰大海节目录制现场 众人让王一博站到C位 但是他为了能让新人演员 有更多的曝光 便坚持站到旁边 合照时邓超让王一博说几句 王一博也把这个机会让出来 给了其他新人演员 这本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好事 却让有心之人断章取义 乐意剪辑再配上引导性的文字 造谣王一博被孤立 并且还到处传播金鸡奖颁奖晚会上 消音造假的视频说 王一博出场没有掌声 其实现场很多其他人拍的视频中 是有掌声的 而且造假的视频仔细听就能发现 背景因王一博 无名 是叶先生 得是叶先生这几个字 也都和掌声一起被消音了 他们这波不仅黑了王一博 也黑了其他艺人 并且还预告 要用这种手段在其他平台造谣 星辰大海红毯时 王一博换上了一身普通的西装 在星辰大海合影时 王一博摘下了香纳珍品珠宝 一切都是用心地去低调 去和大家融为一体 谦让不等于被孤立 低调不等于被排挤 王一博有大格局 且是骨子里的谦逊 这样的年轻人是很难得的 更显出他的难能可贵 希望有些人明白 打铁还需自身硬 打压别人不会让自己成功 提高自己的实力 才是硬道理 王一博永远真诚善良 但别人的真诚善良 不是你拿来利用的工具 王一博代言 再度喜提一元猛将 这次竟是国货界的翘楚 压压与荣福 这个来头可不小 国民度挺高 让人瞩目 备受国货青睐 能够请到王一博代言的国货 可谓是扎堆来袭 提升品牌影响力的同时 还能实现年轻化的转型 一举两得不说 带来的效益 更是不言而喻 这次压压与荣福 等待王一博 可是迫切需要 因为都知道 早前王一博身上有竞品 那就是蒙可赖的代言 自然不能再合作压压 这次终于可以如常所愿 一早品牌预热就开启了 压压与荣福 这次抛出了三个标签 歌手压 滑板压 舞蹈压 有种有奖竞猜的感觉 不过一个滑板0805 就明显知道 那就是王一博 什么歌手压 唱跳巨佳 实力开麦 什么滑板酷盖 多面热爱 什么舞力全开 玩传舞台 这这标签下 都是曾经爱斗的王一博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这标签的开启 是王一博早期的形象 如今的他转型电影圈 专注于拍戏做演员的他 全然换了一副面孔 用作品和实力 逐渐改观了大众 对于他的认知 这次压压羽绒服 很懂得大家的想法 预热一开始 就把标签抛出来 随后逐渐解开面纱 把王一博的属性层层升级 果然是一个有诚意的品牌 对代言人了如指掌 话说回来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 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特别是如今的娱乐圈 流水的心境流量 更新速度 风驰电掣 瞬息万变 唯有王一博屹立不倒 扛得住 保值得同时还能增值 谁不想着合作 长期代言的品牌 王一博 手握一大把 关键是品质有保障 各个开头都不小 更是对王一博的宠爱有加 无论是高湿的香袋 还是国货品牌 安踏红米等 都实现了双赢局面 不少人对于王一博的价值影响力 都赞不绝口 纷纷抛来橄榄枝 这是娱乐圈中 意气绝尘的存在 纵观这段时间 王一博的代言 我们发现 曾经合作过的 依旧保持跟他的联系 都会哪怕合作到期 还会送上各种限定款 前段时间 有些人说 王一博掉了不少代言 结果人家是继续合作 甚至生了头衔 有些代言是长期合作 依旧在继续中 这次又有种代言加入 王一博代言 逐渐走向国货品牌 和高品质的筛选中 不再是铺天盖地的蜂拥而至 更多是因为 王一博如今是一个 上交国家的男人 身上的责任和担当 要肩负很多 这是对喜欢他的人 一种负责的态度 更是维护自身形象的 一个态度 王一博的粉丝购买力 和支持率 可谓是他商业价值的 一道风景线 才会成为众多品牌 亲爱的原因所在 形象好 气质佳 全能型 跨圈层 实力强 粉丝粘性高 购买力消费水平 一起绝尘 这是别人无法与之媲美的地方 这次代言一出来 可谓是破防了不少人 没关系 好事成双 继续被他带着飞 现在的王一博 走到何处都意 惹起围观和尖叫 王一博现在是时红 王一博从出道到现在 也历史过红和不红的阶段 从前王一博 没有积蓄人分解 做举止的时候 别人也不晓得 看到已经是王一博 做举止照片上的六个字 现在的粉丝 肠子都悔清了 王一博是天天向上的小成员 为了完成大张伟的希望 王一博已经是在 还会做过活动举止 为了传递人和人之间的暖和 王一博拿着一个牌子 上头写了六个字 能够抱抱我吗 其实的王一博 带着玩偶装修 因此 关于不分解王一博的人 是认不出来 拥抱偶像 是一件多么美满的工作 不过其实王一博在 还会站了半天 非常罕见人 喜悦去抱抱这片面 末了的一个小孩子 冲上去拥抱了他 让人看到了 人与人之间的暖和 在那个 黄卉内部有非常多人惊犹 固然也有王一博 已经是的粉丝 当他们后来发现 是王一博的时候 肠子都毁清了 王一博作为组合出道的时候 就已经是首先火了 后来王一博 成为了天天兄弟的一员 他在担负创造 《101导师》的时候 迷惑到了很多粉丝 在这些的运许堆积下 陈情令的大火 让王一博干脆成为 一线的职位 现在王一博干脆 和收视女王赵丽颖合作 未来的王一博 更令人等候 王一博现在有非常多人稀犯 不单单是由于 王一博是一个魅力四射的偶像 更多的是 王一博身上的片面魅力 其实没有留意到 王一博令人惋惜 现在有更多人能发现 王一博的魅力 因此 有更多的人爱护稀犯他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给宝藏偶像打扣